她的眼睛是用猫眼的 晚上我们用这种衣叫她 想管了我们都怕了 广西十岁男童被传是猫妖转世 她天生蓝童 夜间也依旧能看了一清二楚 小孩明明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为何会长出西方人的铜色 在夜间甚至会像宝石一样发光 男孩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何会长出这样一双奇特的眼睛 这个男孩名叫农有碎 是广西大化线人 男孩父母都是黑眼睛黄皮肤黑头发 滴滴倒倒的中国农民 但唯独她却长了一双西方人的蓝眼睛 白天红色看得非常淡 但天黑拿手电筒一照 却可以发出夺目的蓝色光芒 据男孩的父亲农世华说 自己儿子在刚出生两个月时 就有人看出儿子眼睛与常人存在一样 于是他便带着儿子去县离院检查 然而医生看后也没查出什么毛病 说这个不要紧 孩子长大慢慢就变回来了 医生的说法让农世华放心不少 但万万没想到 随着农有碎一天天长大 转眼已经十多岁 孩子同色不仅没变回来 还有了更加惊人的变化 每到晚上 用手电筒照过去 就能看到农有碎的眼睛 正在发出一种宝石般的蓝色光芒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不多久 农有碎的眼睛又出现了一种特异功能 而这个特异功能 最早还是被农有碎老师发现的 宁老师说 有次在班里听到同学们议论得知 农有碎的眼睛在夜里比一般人更好用 晚上抓蟋蟀都不用手电筒 蟋蟀想必朋友们都见过 蟋蟀通体成酱油色 能完美的融入夜色当中 这简直难以让人窒息 我就问他 你晚上看得见吗 可以啊 我说呢 你去抓这个蟋蟀啊 去不去啊 去啊 我呢 用电筒啊 不用 就可以做大了的 如果这事是真的 那农有碎的眼睛 岂不就是有夜视的特异功能吗 起初无论是老师还是农有碎的父亲 都难以相信 然而从此之后 农士华有意无意的观察 发现儿子好像所言不虚 他观察到儿子经常喜欢待在黑暗的角落 无论走夜路 还是在暗处寻找东西 亦或是在夜里看书写字 儿子都是毫无压力 有次晚上农士华临时起义 在没开灯的情况下 从口袋中拿出一大零钱 让儿子猜树枝灭了的大小 只要猜对钱就给他当零花 没想到儿子几乎没有吃意 钱一拿出来他就猜对了 连续多次的实验皆是如此 农有碎竟然没有一次出错 自此之后农士华也不得不相信 儿子是真有夜视能力了 但他心中却因此困惑不已 他和妻子都是在普通不过的农民 就算在网上数几倍 也从没见过谁有这样的特异功能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广西十岁男童被传世猫妖转世 他天生蓝童 夜间也依旧能看了一清二楚 小孩明明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为何会长出西方人的铜色 在夜间甚至会像宝石一样发光 男孩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何会长出这样一双奇特的眼睛 父亲根据回忆排除了遗传原因 据调查记者惊奇的发现 有位古人身上也发生过同样离奇的事件 而这人正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季晓兰 他写过一本阅微草堂笔记 里面清晰的记载着 他自己在四五岁时和能有岁一样 能在漆黑的夜里看到东西 那时候没电灯 别人看出需要点蜡烛 可黑夜却对季晓兰没有丝毫影响 于是民间便有传言说 他体制不同于常人 是火神下凡 村里人不由将两者联系起来 觉得农友岁也是神仙转世 不过村里人更愿意相信另外一种 更加恐怖的说法 都说农友岁长了一对猫眼 还能在晚上夜市 说不定是猫妖转世 此说法一出弄得大家人心惶惶 不少迷信的甚至开始疏离老农一家 这让农士华一家有苦说不出 为了彻底打消这些鬼怪流言 还儿子一个快乐童年 农士华决定带着儿子 在区医院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 而检查结果很快就让两父子安下心来 医生表示 农友岁绝非什么猫腰转世 他眼睛构造和猫的眼睛 有着本质的不同 众所周知 我们能看见东西 都是因为组成视网毛的两种细胞 一个是椎状细胞 一种是肝状细胞 椎状细胞主要负责白天看东西 而肝状细胞则会影响我们的夜视能力 科学家调查研究后发现 猫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夜视能力 主要是因为其肝状细胞多到上一个 而我们普通的人类 却仅仅只有几百个而已 经过检查农友岁的肝状细胞数量 和我们普通人一样 都是只有几百个 由此可见他的眼睛绝非猫眼 那么农友岁又为何会有夜视能力呢 这时有人提出 农友岁会不会是吃了很多鱼干油 因为相传吃鱼干油就能拥有夜视能力 可这种猜测很快就被排除 根据农士华的说法 他们就是普通的农村家庭 鱼干油见都没见过更别提吃了 正在所有人都摆色而不得气血时 一位医生的话 却让农士华的心里咯噔一下 他是医院的眼科医生名叫宋强 曾研究过一种叫黑猫猫眼的病 这种病就是视网膜上长了一个瘤子 发病之后视线会变得模糊 之后视网膜上会出现小白点 并发出黄色或者青绿色的反光 那么农友岁德的会使这种病吗 广西十岁南海天生蓝童能夜市 医生怀疑他得的是黑猫猫眼的疾病 这种病患者一般就是儿童 然而宋强医生在认真仔细地观察后 又否定了这种推测 首先农友岁的眼睛里并未发现肿瘤 其次他从小视力都很好 也不符合黑猫猫眼病的症状 这时另一位眼科医生卢林德 也注意到了此事 陆医生从医二十多年 却从未见过有类似的案例 一个土生土长的孩子 为什么会有这一双蓝色的眼睛呢 据他了解 瞳孔的颜色是由红膜上的色素细胞决定的 西方人的色素细胞少 所以眼睛一般都偏蓝 而我们东方人色素细胞较多 所以瞳孔颜色都是黑色棕色偏多 那么农友岁异常的铜色 会不会就与红膜上的色素细胞有关呢 然而检查结果 却让医生都吓了一跳 农友岁的色素细胞不是少 那是根本就没有 可是农友岁平时也没什么异常 看东西也很清楚 但如果在平日生活中仔细观察 这眼睛还真出了问题 农友岁每次在打球时 眼睛都会迷成一条缝 就像惧怕阳光一样 对此卢医生解释说 这就是孩子视网膜色素细胞没有的表现 因为眼睛的进光量大 所以才在户外光亮的地方感到刺眼 几天之后更加详细的报告出来 原来农友岁患有先天性白化病 而且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白化病 它有一种叫做白化病的眼形 就是它只发生在眼部的受细细胞缺乏 它其他地方产生的受细细胞正常 根据医生的说法就是 农友岁得的是一种局部白化现象 这种白化导致它的视力受到影响 肝状细胞会有一种代偿的作用 促使眼睛有了更好的夜视能力 但这种能力与猫科动物相比还是差之千里 事情到这里终于真相大白了 农友岁器不是火神将士 也不是什么猫眼男孩 只不过是眼睛患上了局部白化病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